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已经知道谁是雷神托尔 他既有强大的力气 甚至还可以和浩克打的部分上下 而今天我要说的是雷神托尔另一个故事件 诸神屠杀者 故事开始是在公元八九三年的地球 冰岛西海岸 年轻的托尔正在享受他的人生 冰壮既人们已经清扰这里的人民几个星期了 他们吃了三头羊四只狗和两名孩童 村庄里的母亲向众神祈求帮助 托尔领着二十人的小队袭击了既人们的巢穴 最终这场战斗他们展下他们的头作为终结 战斗后的四天里 托尔吃下比既人们还要多的山羊 克勒族也验死一打海原的蜜蜂球 还跟半个村中的女人有了关系 她是奥丁之子托尔雷霆之神 她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不过在第四天的网上 他们听见尖叫声 全部人跑出去看是什么事情 其中一个女人说 水里有个人像恶魔一样的人 一个男人在水中拉出了一个人出来 他说这个人不是我们村子的 托尔看着那个尸体的眼睛说 他诚是一位神 村民们听到这样开始恐慌了 托尔告诉他们 无论那是什么 我向你们保证 他的头刻没有限公自贴印 当托尔要捡紧那个头的时候 村长问托尔 是否有见过这种光景 托尔回答 他目睹过天界之战 他见过神明受伤流血 他也曾经见过 全人之父让他的孩子遭受苦难 但他从未在一位神的眼中 看到如此惊恐 这时村长下跪祈祷 托尔便问他你在向哪位神明祈祷 他回答 所有的神明 在进来的这几天 另一个星球 因低格而行 一位年轻的外星女孩正在祈祷下雨 他们的星球已经多年未低下雨 他们即将面临灭亡 突然 一阵雷声响起 下起了倾盆大意 托尔拿着他的神髓 出现了和告诉大家 他是托尔 先公的勇士 地球的复仇者 而向我世上诸圣起誓 今日无人将亡 那个外星女孩想不到他会来了 托尔回答 他听到了祈祷 如果神不回应祈祷 那还算是什么神 当地人用最出名的麦芽酒 来找到伟大的托尔 托尔也开始分享他的人生旅程 到了网上 托尔告诉那位外星女孩 安心睡吧 这时村长对托尔说 我欠你一条命 托尔说 你们欠的是那个女孩 是他祈祷把我带到这里 这时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不向自己的神明祈祷 村长不明白 自己的神明 他解释 在伊蒂格尔 没有神明的 村长在小孩时 长辈们都会跟他讲那些 寄住在宝石都市中的 严谷神明的故事 但那些只是哄小孩的故事 托尔有点惊讶了 一个没有神明的世界 他不曾见过 他快速地来到了 这里的宝石都市 他进入仙宫里面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人来阻挠他 这时 他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厨厂室 都被铁链给锁住了 这座城市里 其他门没有上锁 除了之间 托尔拿起神锥 敲碎了铁链 他进入里面发现了 为什么 那个星球的人说 没有神明 原来 这里的神明都被杀了 这些恐怖生命 所组成的神族 全部在他们自己的堡垒中 被屠杀了 托尔在里面探险的时候 外面的铁链开始融化了 当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他说了 我的天啊 他转身一看 一个巨大的黑色野兽 扑向他了 这种进攻 就像是野兽一样 毫无技巧 只有蛮力 这可不是 我要找的杀手 这是他们的看门狗 托尔被穿到墙上去了 当他回复过来的时候 他想起有一个人 他知道 凶手是谁了 如果这身体杀手还活着 这只意味着一件事 会有更多众生危机 在遥遥无期 数千零红的先公大厅 国王托尔 没有目的地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大喊 叫大家拿武器过来 不过 没有人回应他 他眼睛太老了 老到忘记了 这里根本没有别人 他是 奥林之子托尔 破败的先公之主 诸神之后的幸存者 近日 他会再次尝试去见 瓦尔哈拉 他以鞠锤和驴刃 去终止这一切 他再度对减那些野兽 无论现在发生什么 无论他的命运如何 他知道 他会像一位神一样 去面对他 回到过去的年代 年轻的托尔和卫晶人 一起行驶穿越大海 为了寻找 臣民被杀害 并且在海岸上出现的原因 三天后 他们终于打倒了 涅瓦河岸边 他们找到了 斯拉夫人 托尔文 托尔文祈祷的神明在哪里 其中一个人大喊 他们的神很快就会到了 当雷神佩伦和 黑暗之神 尔纳伯格驾着飞马 守持金色祭福降临之时 这时 他们听到拍动翅膀的声音 他们全部都望上去 那是软血鞋的皮若之居 不过没见到那位神明的出现 其中一位维京人说 那位神明没有打量来面对托尔 托尔去了那去飞马 飞往天空 然后告诉维京人 想做就去做 只要留给我一桶卖羊酒 这一飞往途中 突然宣传从阴城中渗出 那是什么秩序啊 托尔猜测他应该是黑暗之神 一匹浑身鲜血 和一位无头之神 今天有了坏了托尔的性质 在托尔身后 终于出现了诸神屠杀者 他准备了他的黑色刀刃 就在一瞬间 天马被切割了 身体和手脚都分离了 托尔因为失气了天马 而掉落至地面去了 格尔大喊说 感受一下 这个天界卑微的神帝 堕落自己那无助的感觉吧 这就是一个凡人会有的感受 接下来也将会体会到被屠杀的感觉 在掉落之地 他抢了另一个天马 然后飞回去告诉 他名为托尔 乌云潜伏者 来自仙宫 天生的战士 也是你这辈子见到最后一位生民 格尔回应他说 仙宫人啊 我相信你是他们之中第一位牺牲者 你不必担心你会孤身一人 你的整个神族 都会在我到达之后随你同去 他们两人在空中打斗着 反击了再反击 格尔使用的武器 是托尔一身走没有看过的 他们的打斗太过于精彩了 两人打到部分上下 迷宫我防 他们都在等待 最佳时机的最后一击来临 托尔砍到了格尔一刀 但是格尔立刻做出反应 把托尔给踢下了嘛 托尔嘲再次的反击他 格尔使用他的黑刀刃插入了托尔的腹部 他问托尔是斩管和物之神 格尔开始取笑托尔 然后把他拉靠近 托尔轻轻地告诉 他是雷霆之神 突然一个巨大的雷电击中了格尔 接着两人被调了回到星球去 回到现代的时间 重年的托尔站在那些他打败野兽的面前 他在想 如果这些生物的力量是格尔的一部分 他们的战斗能力比以前增长了很多 托尔拿起神锤飞起来 然后说 飞向前人之都 目标 前置大厅 用尽前数 我们太闷的话 就会有更多生命遭受到灭绝之灾 托尔来到了全职大厅 他找到了管理员 然后带他来到了世洛之厅 这里的卷轴 设计在那些不再活跃的神明 托尔看着这些巨大的卷轴 然后问管理员 为什么没有人被这些警告过 管理员回答 神明们来来往往 事件就是这样 托尔有太多的地方要开始调查了 他选了项目之王和红山女王 不休的园丁 他是宇宙世纪诸神 植物天堂的主人 已经有两千年没有人见过他们了 当托尔来到的时候 他已经明白什么事情了 那些神被钉在树上了 而且也像之前一样 黑色的野兽也出现了 托尔去到一个世界 又一个世界 发现全都是尸体 每个世界的神明 都被黑色野兽杀害了 托尔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认者是卫神 巨手法拉格尔 迎合边界的守护神 他已经死了五年 托尔他也替这位神明报了仇 他杀死了黑色野兽 他举起黑色野兽的头 然后大喊 我还要杀多少你的走狗 你这个罗夫才会见我 来杀我啊 来杀 够胆就来杀了托尔 回到过去的时间 年轻的托尔醒来了 他已经睡了七天了 托尔起来就问 他杀了屠生者吗 我已经能回答说 他只找到托尔在雪地中 没有看到那个人 托尔起来后 便叫他们拿肉来 还有蜜蜂酒 还有他的战俘 过了一段时间 托尔已经回复了他的体力 托尔来到荒原雪地寻找格尔 不过 他却找到另一个神明 他说 他是航空西佛利亚的狩猎之神 他告诉 屠生者在洞穴等着他 沿着爱好前行 托尔对航空保证 他会和屠生者之战 他会将杀死屠生者的荣耀和他分享 然后 叫他安心地走吧 你的狩猎结束了 回到最近的时间 前代的托尔在拉多加湖 托尔带来钢铁箱 帮忙扫描附近他曾经发现过的洞穴 托尔你问他 确定这次不需要选求复仇者的帮忙吗 托尔回答 不需要 没错 这是神明的工作 我明白了 我有很多无聊枯燥的凡人属世器处理 如果有需要帮助就来夜囚找我 托尔就一直看到那个洞穴是在一千年前 他希望再也不遇到他 这个洞穴 是他永生无法忘记他的记忆 他已经忘记 出世新闻少女的面容 他也忘记 几败第一只巨魔和驯復过一只巨龙 但 只有这个洞穴 徒生者在这里教会他 什么是恐惧 他进入里面便呼叫 福利加尼王 他告诉 必须召回所有性供人并锁紧大门 所有的神明的性命会有危险 福利加尼王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 谁的威胁 突然 托尔听到声音了 难道是 徒生者吗 托尔握起他的神锤 然后去追赶那个发出声音的家伙 托尔抓到了一个生物 那个生物大喊 不要伤害他 他不是个儿 托尔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神鹿回答 他是在躲着他 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 格尔不再踏入这里了 他现在 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因为托尔的关系 诸神的云落 因托尔而起 托尔开始问那个神鹿 到底是谁 他回答 他名叫沙达克 他是那种 不会每天都见得到的神 他只是过 格尔之龙 并幸存下来的神 他不明白 为什么格尔会放他一马 为何让他目睹 格尔的黑暗狂 暂时对他们的神族大屠杀 他每天求格尔杀了他 但格尔只牵下他的眼皮 让他无法回避指示这一切 他知道格尔不会再踏入这个洞穴 最后格尔还说 因为托尔的关系 托尔问 突圣者在哪里 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沙达克说 没必要去寻找他 但也许 赛罗路克什知道 托尔叫沙达克跟随他来吧 突圣者不会再碰到你了 过了不久 他们来到了千人之都 这里是群职大厅 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 赛罗路克什的终极 他们来到这里 发现 万里人被打伤了 沙达克大喊 他有点后悔来了 他希望自己能闭上眼睛 回到过去的时间 年轻的托尔被吊着 绑着铁脸在格尔的面前 格尔知道他醒了 便问他 哪里可以找到仙空 然后 你会亲眼看着我杀光他们 托尔告诉 心里所能困住我吧 我会告诉你的 只有去你的奶奶的 格尔告诉 他在拷问方面可不算新手 他拷问过拷问之神 在他拷问一夜之后 拷问之神告诉了 他孩子的长生之处 托尔正在挣扎解脱自己 格尔告诉 他可没时间浪费 毕竟还要杀很多神 希望你能让我花上 至少一半的时间 过后 托尔开始发出惨叫声了 回到现代的时间 托尔正在和黑色狂战士对战 托尔知道 他们来自找学 托尔陆克西的事物 他问管理员 托尔陆克西之神的古籍在哪里 管理员解释说 托尔陆克西不是一位神 那是一个世界 遗数被隐藏的世界 而只有一本书能告诉你 如何找到它 就是 真燃烧的那本 托尔帽子被燃烧 伤的危险都要取得那本书 在最后一刻 他阅读了那本书 书就被燃烧成灰烬了 托尔告诉管理员 书记在我手上画了灰烬 但 我也自小我所求之事 我要前往 托尔陆克西 无限宫廷 与子同时 在托尔陆克西 黑市狂战士 杀了所有的神 把他们的血 集中在一个血池 格尔看着最后一位神 然后问他 这样够了吗 世间之神告诉他 应该够了 估计没有活口了 格尔要他明白 如果他没有回来 他的狂战士 会把你四十两半 世间之神无法保证 格尔黯然无恙的 到达手气之处 要回到 如之九亿以前 你知道 有什么等着你吗 世间之神告诉格尔 他们一直都是 祥和的森林 他们未伤害过其他人 格尔回答 我只明白 世上只有两种神 一种危害他人 另一种 则是碌碌不为 我还不知 哪种会令我更愤怒 但很快 这就不是问题了 他们终将灭亡 格尔开始 沉入血池中 世界也开始转变了 他传送回到了 一百四十亿年前的 虚空之中 他看到了古神 他在虚空之中 也看到了诞生的手臂存破 他们在诞生几分钟 却已在祈求一死 神明终会找到出炉 尽管如此 他们不会崇拜这位神 他名为格尔 因为无名自辈之子 一处被遗忘了 世界的流浪者 他心中怀着 一个简单的梦想 就是 终结着诸神时代 过了一段时间 一只手 从血池中冒得出来 格尔他平安回来了 那个神说 不可能 抱歉 让你失望了 但我还活着 我得到 我要的奖励了 一颗一文赏哉的 孤身之心 现在 我只需要一两颗卫星 苏格斯杰的光阴 和一兔开发之地 还有努力 非常多的努力 不过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累计击中了格尔 托尔大喊说 图身者 准备感受托尔之怒吧 回到过去的年代 年轻的托尔 格尔问托尔 要我消停一下吗 你忍耐 我是西天的特殊观照 这比我所知 想装的扶修者 还有酒的多 格尔站起来告诉他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你是否真和你的家族里的某人 血水 是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你的父母 你只需要说出他是谁 而我保证 会让他第一个死 突然来了一堆围巾人 他们找到了这里了 背好你的长矛吧 狂张之门 挥舞你们的愤怒之前 临死千人不退一步 今夜 我们不醉不归 今夜 我们委托尔死战到底 格尔告诉他们 停下 我不是来伤害你们的 我是来把你们 从神的努力之中解放的 不过 那些人类没有你为格尔 说的话 他们继续的打斗 格尔说 很好 如果你们甘心如此 那就为你们的神而死吧 看他到底在乎与否 接着 一个个的人都被格尔屠杀了 托尔强行逼自己死处理起 他要解脱这盖子困绑的铁链 格尔抓到了最后一个人 格尔问他 告诉我 在你死前 你是否看到了真相 你们的神 现在在何处 他们对你们撒下的明天大谎呢 你们的救世主托尔呢 但他还没有说完那句话 托尔来一个超级大袭击 托尔拿起他的斧头 从格尔背后一刀从下砍到上方去 回到现在的时间 托尔被那些款战士给压制了 格尔告诉托尔 你以为你那天在东穴杀了我吗 但恰恰相反 你救了我 你把我从失败的人生中拯救出来 你救了我的梦想 我将永远地赶紧你 先攻得托尔 所以我把你留在最后 格尔看着最后以为的时间之神 然后他问 搞定了吗 时间之神回答说 就照你所设定的时间之神 最后 格尔的出手 刺穿了时间之神的头 他告诉 你不会看到这一切的总结 狂战士把时间之神抬起来 然后放血到血池 托尔他大怒了 他以先攻自打骑士 不会再有神被杀了 格尔告诉他 你没来着听不是吗 所有的神都会死 没人能超脱生命 而我将去确保这一切顺利 为自己打造一支军队 只是个开始 而下一步是探索 是神的心领域 格尔承入血池中 他最后告诉托尔 拜托 请一定要活得久一点 如果我们没有再相逢 我会失望的 托尔大喊 就想从我手里逃脱 要躲避的话 这个宇宙可不够大 他摆脱了周围的狂战士 然后他也冲入了血池中 托尔来到了数千年后的仙宫 仙宫已经破顺难看了 托尔说 父亲 突生者在哪里 国王托尔说 我不是你的父亲 你这流出未干的小孩子 现在 拒绝备战 是时候展现一下 我记忆中你的模样的 那两个托尔 在一起和那些狂战士打斗了 他们消灭了不少狂战士 这时 国王托尔说 他们在消散 突生者撤回了他们 以我自言祈祷 我们也许能赢 托尔问 突生者他在哪 我跟紧他来一次的 国王托尔回应他 跟紧 你比我记忆中还要蠢不是吗 我告诉你 你跟他出现在同一个地点 但 你来迟了一回 突生者 九百年前就来到此地了 而他 从未休息 在别处 格尔呼唤他的款战士 回到他的地方 另一个托尔 多棒啊 人可不能再奢求什么了 而且 时机正好不错 我说过 我会留你到最后一日 雷霆之神 而这一天到了 是有时代的灵明到了 在一条长达数千人的 广图之路上 一位名为格尔的突生者 发誓要杀光宇宙中的 所有神明 而在几个世纪前 遇到托尔之后 突生者终于透露了 他疯狂的最终阶段 但 这位其他的死亡收割人 到底 所为何 在 三千年前 一处无名星球 小时候的格尔和他母亲说 他现在好饿 他们过着非常贫穷 挨饿的日子 他们剩下 最后一个洞穴果 但 他们不能吃 他们要把他 留在这个地方 作为祭品 这些 是要给神明的 这样 神明才会保护他们 格尔问 既然这样 为什么神明 却不能治好爸爸的病症 他母亲回答说 父亲已经活了很久 差不多 有三十个夏天 已经也见证了 自己的儿子成长 而你们会 再次相见的 他将会和其他祖先们 一同在空中 照耀着我们 格尔问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见他 为什么我们从没见过神明 他母亲 拍拍他的肩膀 然后告诉他 永远要相信神明 这样也才会得到恩赐 突然 来了一群元素 在他们的附近 格尔的母亲 快速拿起了长矛 然后叫格尔快跑 一直跑 别回头了 诸神会保佑 而看着你的 格尔为了活命 他独自自己逃跑了 他 这一次逃跑 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了 经过几个月 几年后 格尔他已经长大了 他找到了 点点滴滴的幸福感了 就是 他的太太 而且他怀上了 他的第二个孩子 在有一天 他的太太 期待第二个孩子出生的那天 突然发生地震了 他跌下悬崖去了 格尔亲眼看着 他的爱人跌下去 他祈求出生救救他 又过了几个月 格尔带着他的长者 去寻找食物 他的孩子说 他听到瀑布的声音了 格尔回答 没错 瀑布就在前面 还有 解满果实的树林 躲到我们吃不完 你只要闭上眼睛 孩子 过了不久 格尔亲自买账了他的孩子 他想哭 却没有眼泪哭出来 他体内甚至没有水分的 他 对不起孩子 对不起 把他带到这个可悲的世界 这时 有个领导告诉他 不能这样做 不能把孩子的尸体 埋在地里 孩子必须挂在树上 这样 诸生才能看到 才能把他带到天空去 别因为你的冒犯 而害了那孩子的灵魂 而唯一 格尔可以找到能回答的词语时 我们都会死 领导问他 你说什么 格尔大怒地告诉他 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你这个愚蠢的猝神 我们一处干燥的东穴 却移到另一个 我们都会饿死 或者被烧死 领导叫格尔注意言行 诸神会听得到的 格尔告诉他 诸神听不到你们的祈祷 因为没什么声明 从来就没有 在他说完的时候 突然有人试头丢他 失去部落的村民 他们要惩罚格尔 因为格尔在说谎言 诸神会听得到的 直到格尔顶不住倒地了 领导叫他们不要碰格尔 他现在是不解 他被击除了 愿诸神 怜悯你的灵魂 格尔放弃了自己 他打算求死 不想活了 他设法越过这沙漠 然后寻找一个时机巡使 然而在那一刻之前 有一团火在空中垂落至地面了 格尔问 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详地死去吗 格尔发现有两位神在争夺权力 其中一位神举起他谢灵灵的手 向格尔祈求救他 他已经在吹死状态了 格尔说 救你 救你 你在哪 孩子们和我饿死时 你在哪 我妻子爱好求救时时 你在哪 我母亲被野兽屠杀时 你在哪 我们继续神祖师 你们又在哪 其中一位的黑色神 都来延伸出黑色的液体 然后快速来到了格尔的手中 格尔使用那个力量 杀死了这两位神 他刚才屠杀了生命 现在他当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还更多的神呢 他要把他们全部杀完 经过几个世纪之后 格尔会告诉我们 他将成为奴役之神 格尔问那位神 是否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那位神回答 不 我问的是 你是否知道 你的武器来自何处 你甚至不知道 你是从哪位神明那里偷来的 格尔便打了那位神 然后他说 你收获的样子 可不像一位僵尸之人 告诉我 你叫什么 那位神在痛苦中告诉格尔 乌尔斯塔格 他是英勇的 乌尔斯塔格 先攻之虎 格尔继续地鞭打他 瓦尔斯塔格告诉他 即使是全人之父 也救不了我 但无论你杀了我 或是其他所有神明 最终也会有一位神信免 就是强大的托尔 在愤怒之下 格尔把巨大铁钉 吃入瓦尔斯塔格的手掌心 过后 他叫他的儿子可以出来了 他的儿子问他 父亲 什么时候那些坏生 才会死光光啊 格尔牵着他的孩子 离开这个洞穴 他说 很快的 孩子 持日可待 回到过去的时间 年轻的托尔从恶魔中 惊醒过来了 托尔看到了格尔 他说 我俩还没完事呢 托尔起来解释说 他还没有死 他旁边的女人说 谁还没死 托尔告诉他 不必担心 你这个漂亮的小脑袋 那个女人站起来说 他应该知道 他打仗跟做爱一样猛的 前身赤裸怒气勃发 托尔告诉 他杀了那屠生者已经八天了 但他 仍在他脑中 挥之不去 他希望 今晚不会再梦当这个梦境了 他丢下了他的剑 然后说 他能做到 能帮到托尔 为了先公的荣耀 与子同志 在苏全年后的先公 托尔问 那是一条毁灭者的割脖吗 国王托尔问他 是要待在那像猪童一样打量我 还是来打探真实 他们两个来到了一个地方 托尔知道这个地方 这是至高王座 奥顶的宝座 除了前人之父 没人能来此地 国王托尔说 这点你就说对了 国王托尔说 我是前人之父 你仍旧指示哥 你在说遍你是什么 一位复仇者 银河守护者 你前往太阳 被化成成为 一种圣灭警察 或一种圣经灭 托尔说 什么 没呢 国王托尔说 那忘了我说的吧 国王托尔看着影幕说 那些野兽消失了 格尔找他们回家了 这是先攻九百年来第一次 我们这次有机会了 国王托尔准备前往另一个地方 把他告诉托尔 我要七位 接下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迎面而来的 可不只是诸身黄昏 这是一次 史无前列的总局 在国王托尔要离开的时候 他告诉托尔 在东狱 有个房间 那里只有全能支付三人进入 你能在那里找到你所需要的 当你准备之后 来码头见我 托尔告诉自己 这不对劲 也许这是 X3姐经常前往的那个平行未来 我能需要什么 我早已准备好了 准备把图身者砸进地里了 当大门一打开 发现里面全都是酒 这都是全能支付的收藏 托尔说 好吧 我想小饮一口 应该不会耽误什么 回到年轻托尔的年代 在夜晚 年轻托尔被两只狂战士给袭击了 他砍杀了一只狂战士 然后大喊说 那赌壁洛夫在哪 在下一秒 另一个狂战士拿出了魔法水晶 朝托尔地下人 地面开始变化了 托尔曾经在周围的粉红色光芒中 当托尔来到了此地 未来的格尔告诉他 啊 我最爱的托尔 欢迎来到众神末路 在未来那边 国王托尔解释 格尔把他困在这里 孤独的困了九个世纪 但托尔来了 他会换回力量 年轻的雷神 现在 那股雷神之力 在他天内隆隆作响 托尔说 雷神之力 你的意思是 奥丁之力吧 国王托尔说 我们现在把他称为雷神之力 为了荣耀 和永恒的国度 为了神圣的复仇 这是先攻末夜的最后一波 雷霆之神的最后演证 来到现代 千人之都 管理员在尝试 拯救那些被燃烧的文件 管理员转身问 萨达克 你 你叫什么来的 那管理屠生者 你知道多少 萨达克回答 一无所知 你不需要知道任何事 诸神就要终结这首有一切的 管理员生气了 别再说我了 你到底是什么神 你到底是谁 如果你真的是被神 那你的名字 那羊毛必然会记载在其中一本书上 如果你让我亲自找出这本书 我就用它打爆你的脑袋 听到了吗 萨达克掉下了眼泪 然后解释说 他找我来了 他逼我向他展现 如何建造那东西 如果我不答应 他就会杀了我的同胞 他解释 他是萨达克 闪管炸弹之神 两位托尔将前往格尔的要塞星球 而年轻的托尔被抓来当奴隶 逼他们建造炸弹 年轻的托尔被狂战士给变大后 他沉不住气了 他拿几时都砸死了他 然后他大喊说 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奴隶 这时 有人做了他的头发 然后有声音说 你这混蛋 你他妈的你以为你在干嘛 托尔问 谁竟敢做我的头 在托尔要解决他的时候 他被一位女人给踢倒了 我敢 小帅哥 回去工作 不然我就卸下你的胳膊 送你去旷根给人填鞋 托尔擦掉嘴上的血 然后对他说 想让我像若夫一样替格尔卖命 没门 你们这些若夫 占无了诸神的荣光 那个女人说 这个白痴看在称我们是若夫 红发女孩说 想打传他那愚蠢五毛的小脸蛋 或者把他给咽掉 惩罚女孩说 但这小脸蛋挺漂亮的 糟蹋了真可惜 金发女孩告诉她 最好回到队伍去 我不想让一些可怜的生 因为你幼稚的自傲而死 那些女孩走快了 托尔完全没有头睡 这些女孩是谁 其实他们是阿提利 埃尔师傅 还有莫利加 他们是这个时空的雷霆女神 同时也是她的孙女 托尔继续她奴隶的工作 她正在搬远巨大石头到另一边 当她放下石头后 她问 那又是什么玩意 格尔的孩子高兴地告诉她 那是个炸弹 会杀光所有神明的炸弹 待到900年后 你便会明白了 托尔问她 你觉得 这是件好事 杀光神明 那个孩子说 没有神的世界会更好 再也不用惧怕永恒的诅咒 再也没有信仰间的冲突 托尔告诉她 你应该赶紧逃离这个世界 你父亲就快为他所做的一切 付出死的代价了 格尔的孩子伸出手指 释放黑暗力量控制了托尔 他说 永远别说我父亲的坏话 他是个伟大的人 而你只不过是个小丑 回去工作 担心你的小命吧 到了夜晚 那些变成努力的生命 他们在讨论计划 有些人说 今晚叫醒动人 莫里加说 何人可以足以领导他们 再知道 即便成功 也必死无疑的后果 还有谁敢当此众人的 突然 有人说 如果你们在讨论摧毁炸弹 并杀掉那杂种格尔的话 我就是最佳人选了 托尔跳下来了 莫里加说 朋友 但我们都还不知道你是谁 托尔对他们宣布 我是全人奥丁的虫子 先攻永恒王座的弃神者 风暴之主 和雷霆之神 你们称我为托尔 埃尔胡斯惊讶了 托尔 我之前竟然敢对我的祖父 有非分之想 莫里加说 格尔曾把驻神 从时间供流中 坐了过来 但如果正如你所说 那你能召唤雷霆 来掩护我们的进攻 托尔解释 他太累了 而且这个星球太平级了 这里没有风暴可以呼唤 莫里加叫他别太自责 羽神甚至无法召唤一地雨水 不过 他们的计划非常简单 在炸弹完工之前摧毁他 托尔问 要怎样 那东西跟夜球一般大 你难道指望几个皮诺努力 挥着棍棒跟死块去摧毁他 莫里加解释 在这900年来 他们开采众多死型的核心 来为哥制作炸弹 而再数年来 每块矿物我们都市场一点 他有炸弹 我们也有 现在他们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靠近炸弹 而且这个人会牺牲自己的 莫里加问大家 有谁自焉的救急手 这时他发现炸弹不见了 哦 你这个白痴白痴托尔 在外面 托尔带着炸弹奔跑 最后一场风暴 无止射球这么多 如果今日 是我雷神惊天动地的原落之日 那便让苍穹与我一同悲鸣 突然 天空降下大雨和雷击 他的孙女们都惊讶了 他们各自都在为托尔加油 来到炸弹底部 托尔使出全部力气 抛丢手中的炸弹上去 然后发生了大爆炸了 这时 另一个托尔感觉到 有东西爆炸了 国王托尔叫托尔 就要握紧锤头 有东西靠近了 在长床的另一次 有一只手靠近的长床 突然 有个像个野人的人 他尖叫着 然后拿着宇宙鲨鱼 敲打了托尔的头 国王托尔打碎了宇宙鲨鱼 托尔问 怎么回事 看才我被鲨鱼打到头吗 这次 格尔又召唤了什么邪恶玩意 国王托尔说 恐吓 是最邪恶的玩意 没错 你是我父亲吗 国王托尔说 兄弟之国 你还有是麦芽酒吗 他们交换了各自所知的事情 然后他们达成一样的目的 就是打倒格尔 现在 雷神有三位了 国王托尔 中年托尔 和年轻托尔 年轻的托尔解释 他试图破坏那个炸弹 但 那个炸弹却毫发无损 甚至一条瓜痕都没弄出来 国王托尔告诉他 希望你在验格尔的时候 比这个还要出色 年轻的托尔大喊 格尔 滚出来 托尔说 不 战狐的时机过了 现在 该是战锤说话的时候了 他们看到地下 飞上了黑色的生物 格尔说 你们应该再多带几个托尔来 这时 年轻的托尔拿出一股士气 然后跳下去了 国王托尔说 你是白痴小子 应该明白 你为君王意味什么 为了阿斯加勒的荣耀 托尔们非常的勇敢 和反派们奋斗 国王托尔拒取雷霆之力 在他的手中 这一刻我已经等了900年了 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 需要一种流向的雷霆之力 国王托尔释放他的雷霆之力 格尔直接被传送到了 数光年之外的星球器了 全能之父 强大无比的神力 终于让徒生者知道 什么叫恐惧了 格尔知道 他将会抵不过他们了 他需要力量 需要更多的力量 这意味着学更多的鲜血 他并令狂战士杀死奴隶来获得力量 在某颗星球 狂战士杀死了所有的奴隶 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变成了黑暗力量 托尔听到 远方有爱好声 有神明死去的 国王托尔解释 格尔在屠杀奴隶们 而神明之血能增强他的力量 此时就大的黑暗力量吞死了两位雷神了 格尔感觉到 他们正在下沉 黑暗正在吞死他们 托尔的时期一到了 这时年轻托尔说 是你的死期 快点你这个白痴鲨鱼 年轻托尔挥动强力吹头 把格尔打到很远的地方去 赶紧向你神明祈祷吧 但我知道你无信仰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接受你的祈祷的 回到黑暗巨石那边 两位托尔被困住了 这时国王托尔告诉年轻的 不要忘记他是全能之父 他打开了一个出口 然后叫年轻的快走啊 这条臭虫就交给先公之王来解决 雷霆之神 托尔来到了格尔的面前 每当战锤一鸣 托尔变成了肋骨哀嚎 手指歪着 击弱撕裂 但他依然奋战 即便痛苦越来越强 每个伤口都在警告他 格尔的武器已经入侵体内 托尔的意志非常坚定 于是再一次 再一次的正想雷鸣 托尔忽略痛处 也坚强地意志取代哀嚎 世界在他周围破碎 由于托尔太过注意战斗 忽略了周围一切 附近的星球开始产生危机的 星球开始要爆炸了 托尔及时使用雷霆之力阻止了爆炸 总算拯救了这个星球走向末路 托尔继续回到战场 格尔告诉 终于看透你了 年老的你 他被过往的遗憾产生 他认为如果他杀了我 他就能摸去他那失败的过去 而年轻的你 他自他和怒火来掩盖他的去落 而你直到现在 我才看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此奋战 为什么你要全力拯救世界 因为你看到 你们生命到底是多没用的 这时 国王托尔 年轻拖尔也前来协助了 三位雷霆之神 即将和格最终战了 这时 全能支付托尔 在这发射雷霆之力 年轻拖尔说 这一世是有一点 我也有这样的力量 托尔说 太阳在他后面 把他扔进去 年轻拖尔和中年托尔 合力协助法格加速往太阳推 他们快速 再快速的法格推向太阳了 直到看不到他们 然而在其他人看到的东西 太阳慢慢的变成了黑色了 来到不幸的星球 那个星球 开始下去雨的 挡下的是雪雨 神明之雪 然后 战锤降临 接着是托尔 最后是绝望 格尔站在三位雷神的面前说 备好炸弹 在茫茫宇宙之中 雷神迪然不在 国王托尔被困难流星之上 在屠生者的奴隶星球 战败的复仇者托尔即将被大地吞食 苗尔尼尔被神之雪手 除了牢笼困住 再也无法飞回他们主人的手中 而年轻的托尔早已经迷离近 此时 到底是开始了 格尔拖着疲倦的年轻托尔 这时 他的妻子跑过来关心格尔 你没事吧 亲爱的 格尔叫他 快回去 这一切都快结束了 他的妻子说 为了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太久了 你的力量和决心拯救了我们 还会拯救所有的凡人 你会见证这一切 你是唯一值得我崇拜的人 你是我们的希望 格尔 我的拯救者 你是我的神 格尔这时放下了托尔 然后他转身问他 你看才说什么 他解释 看在他所说的话 这时 格尔徒手插入他的嘴巴 杀死他 他说 我不是任何人的神 过了一段时间 格尔的孩子走过来了 爸爸 是真的吗 是启动炸弹的时候吗 格尔回答说 没错 去塔里找你母亲 我也很多神要杀 他的儿子高兴的说 好的 父亲 而且我们也必须确保他们一个不留 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发现 他母亲的手 在杀堆里 格尔托射托来到炸弹底部了 我已经等了 九百人了 消耗无数的劳力 才让他世界变成现实 五神之星为贺行 时间领主之力为原 只需轻轻一点冲击 就会跨越时间 默契所有生命 他将托尔的头创下了墙壁 然后他说 阿门 一部分的门打开了 格尔坐着托尔说 现在 我的永恒之词 还是有几滴神学 就大功告成 别藏着了 雷霆之声 方凯都先出来吧 与此同时 地下基因领处 托尔他坐着了边上的悬崖 这时 他听到格尔的孩子说 你来不及阻止他了 格尔要启动炸弹了 托尔叫他 快跑啊 无论将要发生什么 你唱不过去的 那个孩子说 他不能离开 是他父亲制造了他 但 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父亲到底是什么 他整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的父亲是一个单纯 顾家 慈爱的人 我很好奇 当曾经的他 看到他会怎么样 托尔告诉他 快走 带上你的家人 那个孩子说 他母亲已经死了 他一直幻想着 爆炸后的世界 一个 再也不需要父亲 拿起屠岛的世界 但 这一切都是虚幻 格尔已经死了 取而带着的是 某些无法披视的东西 在托尔要掉落之际的时候 那个孩子救了他 他说 我不懂怎么祈祷 但 我会向你祈祷 雷霆之声 我会祈祷 你能杀了我的父亲 在那一刻 地下出现了隆隆声 两把神水 突然从地面冲了出来 回到生命炸弹里面 年轻托尔在痛苦中大喊 他告诉格尔 你真的那么想要我的心脏 那就瞧好了 托尔抬起自己 然后咬了格尔的眼睛 因为在疼痛之下 格尔把托尔给丢出外面了 格尔站出来 对托尔大喊 这是你们这些神最后的挣扎了 太迟了 惊鬼去吧 托尔突出格尔的眼睛 这是你的一颗眼睛 马上就是下一颗了 接着 有人在战斗中杀出来 来到托尔的面前 托尔跟着他拿着的斧头说 加尔木敲尔 托尔从他手里拿回了战斧 他问托尔为什么还没有自己的神锤 托尔回答 我还配不上他 那两把神锤回到了主人的身边 而且失踪的两位雷神 来到了这个星球 年轻托尔大喊 失碎他们 释放心中的怒火 我们将站至最后一人 在大家分心的时候 狂战士杀了一位小神 然后躲走他的心脏 格尔起的心脏后便说 凡人的时代来临了 年轻的托尔在外面战斗 其余两位托尔飞往炸弹方向阻止格尔 他们来到了灵命的时候 格尔告诉他们 太晚了 两位托尔 见证自己的末日吧 国王托尔直接朝下压制格尔 托尔问国王 他启动了炸弹 我们要怎么办 怎么阻止他 国王托尔回他说 你可是托尔 战垂事后 这时托尔获得两把神锤的力量 所以他要怎么大闹了 他使用神锤敲打了核心 他在想 如果格尔是对的 如果真的是时候 时代更替人了 如果格尔并不是完全 是个疯子呢 诸神啊 如果他是真的 炸弹虽然熄灭了 但他的威力 每个人依然可以感受得到 就算在演出的生命 也难以躲过这个威力 雷神托尔握紧了两把神锤 那个黑暗力量开始轻视他 格尔问他在干什么 国王托尔告诉 以神之名 分战之死 诸神即将戒亡 但一位神明 首持两把神力战锤 分战在炸弹壳中 拯救诸神于危难之中 只因目睹了这跨越时间的一瞬间 每一位神明都亲闭双眼 向托尔祈祷 国王托尔坐住了格尔 格尔说 他吸收了他 他把碎片吸入自己体内 这不可能 国王托尔笑了 哈哈哈哈 那就让我们一同来见证吧 不久 爆炸几间开始消失 在他们眼前是全黑色的托尔 手持两把神锤 托尔告诉格尔 他不再属于你了 他在嘲笑你 他名为 自黑之秀人 诸神的切割者 也没万物之风 而这一位 只有神才配得上使用他 但 你说对了一件事 这同样也是一把诸神之刃 他用他两把神锤的力量 释放全部毁灭性的力量 攻击了格尔 随着 言误清楚时 格尔已经没有东西剩下了 他只剩下唯一的孩子了 格尔对他说 不然连你也失去 如果没有神明 我们会活得更好 他还只回应 你再也没有资格 指责神明了 格尔 并非是神明背叛了你 背叛者 从来都是你自己 他的孩子 化成了黑色地水 不 求你了 别丢下我 年轻托尔问 那个孩子怎么了 突然融化了 国王托尔解释 那孩子从来就不是火物 只是剑武器 被格尔 换了形态而已 托尔说 那孩子帮助了我们击败他父亲 这时 格尔发出悲哀的大喊了 年轻托尔砍断了格尔的头 他解释说 真受够了 徒生者的故事就到此结束 之后去喝点酒 这时 托尔因为甜甜产醇碎片 来不及清楚 此时 托尔就此失去了 这是他记忆中的地球痴 三天后 他再次出醒了 他大叫 自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要删割他 国王托尔对他说 看来此一次 没让你脑洞开窍吗 托尔问 那他的武器呢 那把智黑之刃 国王托尔说 留在那了 我们不敢碰他 年轻托尔说 我可不会去碰 老托尔用精神力 把整个星球都丢进黑洞了 然后又把你救火了 国王托尔说 没错 我粉心得你体内 最后一片的格尔之刃 这伙干起来还挺有趣的 想看看你的死换来什么吗 他们走出仙宫一看 国王托尔解释 先供附属人 宇宙各地的神明都来这里了 国王感谢托尔 我欠你个大人情 你让我找回了 坐雷霆之神的荣光 做一个比我出色的托尔吧 别忘了 趁早杀了你那混蛋的弟弟 托尔对他说 你将重回王座 老头子 活下去 证明格尔是错的 如此一来 全能支付托尔用神力 将他们送回了 他们自己的时代 他们明白 世界会自己慢慢 没出时间旅行的影响 这段 惊心动魂的冒险记忆 也将逐渐淡去 托尔他们将会忘却 他们的会面 还有事情的奇异 这样的光景 同样也不会重现 取而代之的僵尸 他们回归自己的故乡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渴望 自己的恐惧 自己的召唤 同样 还有他们自己的命运 那将成为 世间最伟大的神明命运 复仇者哥 回到了英帝格尔星球 早之前的小姑娘 托尔对他说 你因你的世界 没有神明而向我祈祷 我现在向你保证 你今后 无需再祈祷了 这个世界 曾经没有神明 而现在 这里的神明 如同诸天繁星 这都多亏了 一位小姑娘的祈祷 和一位屠夫的杀孽 当然 还有一位手握神锤的雷神 他的故事 将会横跨时间长流 但 这些冒险和史词 才刚刚开始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丝团 帮我按个赞 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想合作的东西 都可以私信我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个小铃铛 来收看第一时间的影片 我是无脸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